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是2024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 八强进决赛的小组喜欢赛 这是我国选手龙哲黄对阵老将大卫莉莉 那么这是7月4号的最新比赛 那么现在大卫莉莉2比1领先龙哲黄 这是双方的第四决也是最后一决 很不幸运 那么龙哲黄跟小组其他两位选手 吉尔伯特、佩奇都打成了平手 平手的话只拿到一个积分 两个平手两个积分 那么这场比赛最多也只能打成平手 那获得三个积分 那三个积分的话 历史上啊 还没有出现过三积分就能够小组出现的 所以龙哲黄这回决赛是不可能了啊 好那么这局的话再来冲击一下啊 第三名冲击一下小组第三 那么这局千万不能输啊 输的话就垫底 好那么老规矩大家帮视频点点赞 最好拿一波强烈推荐支持一下 咱们一起来看球 这是7月4号最新的比赛 那么这边也是有直接上手的机会 来 稳住 角度向上 把上方的红球吃掉 6 这边想要入局黑球还是挺难的 来调一下吧 这左边这两光球 黑球他刚才过来瞄了一下 行吗 应该被挡了啊 还是叫粉球吧 对待会也是来到这里 这个位置啊 来把黑球右边的红球处理掉 那黑球就开放了 以 这个解开黑球为目的啊 这几张球 这几张球 左边这红球啊 这球应该是要炸干了 粉球也没有 可以打红 黑红 叫黑 来 黑球右边这红球 有的响啊 避开 来 篮球来调一下 篮球角度不错啊 不错 看有没有机会右局黑球 来 黑球右边这红球 好球不错 黑球做理掉了 非常的细 来推上来啊 黑球右下方这红球 好 非常不错 还有三颗球 比较好挡 底裤红球 吃掉的话 那也差不多超分了 好球 有想法吗 来K球队 K粉球 没有KHK 好 篮球来调一下 真到位 非常到位 酒位还是不错的是吧 好 这球推上来叫黑球 然后把黑球下方这红球给吃掉 然后就可以超分了 这角度 这角度K球队 组合球 还搞了个悬念出来 也是刚才调一个黑球向下的角度多好 是吧 超分再说 这样的话不要 超分的话心里不要踏实 好 来看组合球吧 其实并没有什么对和错 只要打进了 说什么都是对的 打不进 说什么都没用 好 整个局面已经打开 超分 啊 超分 打掉这红球 就可以 将比赛 搬平 那这样的话会拿到三个积分 排在 小组第三 那么 中国选手 龙泽皇 这成绩还是不错的 啊 打进冠军联赛的八强 小组还排在第三 嗯 真准 也非常的细 龙泽皇 虽然年纪 九零后 那么看了他这根围球 大家觉得 是不是前立股 相比上赛季打进职业的 刘鸿宇 何国强 又会怎么样 好 不错的啊 上来就是一个破百 最后的收财球 最后的收财球 是什么 咱们 就赢了 就赢了 看了 我们的收财球 我们的收财球 可以 啊 112 112 121 来 修一个 左手 我去 这球绝啊 好球 没想到 好 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